贾静雯晒女儿的合照,眼前的网友却从镜子里发现了个秘密。 刚过了母亲节,明星们都晒起了和母亲的合照,贾静雯一家也聚在一起过节了。 前不久刚生了自己的第三个女儿,但是贾静雯看起来完全已经恢复了,旁边坐着宇宙第一萌二女儿步步,怀里还抱住可能即将更萌的bobo,人生赢家的记事感。 现在不管贾静雯发什么,大家都吵住要看部部,让贾静雯多发点小朋友的照片给大家用来当头像,哎,谁叫人家做个鬼脸都那么好看呢? 不过贾静雯也没有忘记大女儿,为了保护她,贾静雯晒大女儿从来都是做遮挡的,其实人家的颜值也很高搭,还晒出了大女儿写给自己的贺卡,全是英文,真是厉害。 不过,亮点就在这张照片上,表面看不就是贾静雯和女儿一起卖个萌而已。 不过眼间的网友放大看照片,发现了他们镜子后面有个身影,哈哈哈哈,是的。 就是老公修杰凯专心在前面给母女两人拍照,而且看见没有,她手上还拎住好多购物袋,也是慕名戳中萌点。 你们这是在悄悄秀恩爱吗?不过看贾静雯现在越来越有元气的样子,就知道人家现在多么幸福啦。 佛威升了大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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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另外一个發生应际隔一次不过 llamado了,你就为了认识渐 Tips mondo的便各自月来越来越近。 多么有孝 Christian超级有偿见的,也可以